好的 我们闲话不多说 进入今天的章节 我们今天要讲天良心在田斋宫 天良在田斋宫 大家先不要看书 因为我让你们预习过了 你预习过了的话 那你心里应该有个数 我现在先用我的语言给大家讲 天良这颗心在田斋宫 当然是有好也有坏 好处是天良心代表帮助 也代表传承 什么意思呢 天良心是父母主 昨天讲过了 代表你爸爸妈妈 代表你爷爷奶奶 代表家里面的家长 代表祖里面的祖长 那么这些人呢 他总是要死的 死了以后 他就把他的东西传给你了 以及他活着的时候 他就能够帮助你 所以天良在田斋宫呢 一般来说 你的房子是可以继承 当然最好要入庙 天良心入庙 那么帮助色彩就加强 这个传承的色彩也加强 落线那就不稳定 那可能就是有个房子 结果给你 你住了不到半个月 你把它卖了 那就是天良落线 可能是这样 当然天良在田斋宫呢 也有缺点 一般来说呢 这个天良在田斋宫啊 天良有孤独的性质 有孤独的性质呢 那多多少少你的家族啊 人丁不忘 就你这个家里面的这些亲戚啊 朋友啊 跟你同一个姓氏的 好像呢 就没有几个男丁啊 以及呢 这个天良心啊 冲照了你的子女宫 如果又加上一些这个桃花星的话 那可能是容易生姑娘啊 这个呢 影响比较小 大家不用记啊 呃 总的来说 天良在田斋宫呢 它是好的多 坏的少 呃 可以达到八十分啊 好 我们看书 天良它是阴币的星耀 树阴的阴 庇护的币啊 表示传承 表示帮助 你能够得到祖业遗产 啊 这里做笔记 入庙的时候更加容易获得 落线那可能没有 加个天机也可能没有 听着啊 天机同渡在这个天斋宫 那是五区贪郎做命 这个呢 我们要结合命宫一起看 五区贪郎做命的天斋宫就是天机天良 哎呀 这个五贪做命的 一般来说呢 他的这个命运呢 有点坎坷啊 三十岁以后才能发财 年轻的五贪发财的比较少 也不能说没有啊 大多数这个五贪呢 都是三十几岁 甚至是四十几岁才发财 也有的年轻的发财的 但是年轻的时候发财的呢 容易破啊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 呃 天机天良在天斋宫 也可能家里有房子给他 但是无论怎么样 你要建议他自己买房 因为家里给他的房子呢 他这个呃 不容易守住啊 就是他呆在家里住的这套房子呢 呆不长久 缘分不深 最好是自己买房 如果自己不买 那他就会经常搬家呀 或者说房子经常是烦灶啊 等等 太阳天良那么可能会因为房子 因为产业而起争斗 呃 这里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是贪狼星在子宫或者是武功做命 这一条呢 非常的有意义啊 希望你们呢 牢记在心 令东来有一个表姐 就是贪狼星在子宫做命 田宅宫太阳天良 太阳入庙 天良入庙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弟弟啊 他弟弟做生意 然后把他家的这个房产证拿去做抵押 结果呢 他弟弟亏得血本无归 然后这个银行的人呢 来找到他们家 让他们家还贷款 不还贷款的话 那就把这个房子收回去 那我姐姐 那我这个姐姐肯定是不同意啊 我这个姐姐呢 那就去找我找他的弟弟去扯皮 结果啊 两个人呢 就是爆发了很多副的冲突 吵架呀 甚至于呢 快要打起来啊 甚至于快要动刀 这个需要你们注意啊 太阳天良在田宅宫的 呃 我们给人算命的时候呢 就加上一句啊 不要把自己这个房地产呢 抵押给别人啊 或者说不要是给人做宝 以及呢 向房地产抵押 把房产证抵押的话 这种的事最好是少做 否则呢 就容易你这个房子呀 就回不来了 或者说你这个因为这些事情啊 跟别人起争端起冲突 这个呢 是有必要跟别人讲的啊 如果煞星不多 那么争斗就小 听着啊 田宅宫太阳天良 煞星不多 那么争端就小 煞星多 那么争端就比较严重 这里需要你们做笔记 什么叫争端小呢 比如说吵架 吵吵架啊 那这个呢 就属于争端小 如果说闹上法庭了 或者说打起来了 动刀子了啊 这个争端就比较严重 天良在田宅宫 遇到秦阳 陀罗 火星灵星 同宫 会照者 家宅不安 多是非 多纠纷 这里做笔记 同宫影响大 会照影响小 听着啊 同宫的影响肯定最大 天良加上秦阳的 那家里人呢 就容易吵架 容易有是非 因为秦阳呢 他是刀子 家里面就容易爆发一些 这个 作对的事情 你家里人互相之间 看不顺眼 容易作对 那么田宅宫什么心比较好呢 文昌文曲 家里人呢 感情和谐 相处和睦 其乐融融 我弟弟呢 那谈了个对象 就是这个破君做命的 破君做命 然后他的田宅宫呢 太阳太阴 文昌文曲 父母公呢 还是这个天同心 又加上极心 哎呀 他找的这个对象啊 跟他爸爸妈妈 感情非常深厚 从来不红脸 而且他家里这个情况啊 家里面这些人住在一起 几乎是不吵架 他父亲呢 有什么事都让着他母亲 他母亲呢 也尊重他父亲 两个人呢 就是过得是非常的舒服 这是因为田宅宫有吉星啊 日月又加昌曲 也没有见到煞星的缘故 如果你田宅宫里面有秦阳 有这个火星 有这个天行啊 煞星比较多的 就家宅不安 容易吵架 容易有矛盾 容易出纠纷 甚至于有家庭暴力 做笔记啊 你们看盘看多了 应该就知道了啊 像这个秦阳啊 天行啊 火星啊 灵星啊 田宅宫里面 煞星多的话 那就容易有家庭暴力 父母之间打架 或者说是其他的 这个打架的一些情况 流年呢 也这样断 如果流年的田宅宫 有这种秦阳啊 花季啊 煞星多啊 那也是一样啊 家里呢 会有打架 吵架 种种是非 天的阳 他是麻烦星 他在田宅宫 遇到煞星多 那么你家里人呢 总是带来一些麻烦 带来一些是非 又遇到化季 那也是麻烦变大 容易吵架 容易有这个不和睦的情况 空节同渡 在富亥宫 深宫者 那是飘荡啊 这个就没有什么房子了 很难有房子啊 当然能否买房呢 我们还是看一看大县田宅宫 看一看这个人的命格 如果他的命格比较高 大县又走得好 那么这个人呢 仍然可以购置房产 如果这个人命格比较烂 而且田宅宫呢 又是天良落线 加上空节 那可能这个人呢 就买不起房子啊 可能到了四五十岁 还是在租房子住 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田宅宫天良天马的 也表示飘荡啊 这个人呢 容易换地方住啊 他呢 跟祖地缘分浅 比如说 他是北京人 出生在北京 那么他呢 这个人呢 一生之中 他会去很多地方居住 他肯定不会在北京安安稳稳的过一辈子 一般来说 天马在田宅宫的都是适合在外地安家落户 因为天马代表变动啊 代表一个奔走 天良天马 那叫两马飘荡啊 他会往外面去 大县流年也是一样的断 听课呢 要认真啊 你们 我希望大家呢 你跟我学这么久 你如果说学不会的话 我觉得问题肯定是出在你们自己身上 因为我是很用心的去教了 而且这些知识点呢 该背的东西是真的是要背的啊 如果说你不想背的话 你起码得把跟你自己有关的给背下来 比如你是贪狼做命的 你的田宅宫呢 是天良 那么我讲到这儿 你就要竖起耳朵认真听 最起码先把你自己的盘大致呢 摸清楚 王庭之评注 天良呢 他是树荫的荫 他在田斋宫呢 基本性质不错啊 八十分 能够有避荫 但是呢 不一定是继承 解释一下啊 一般来说 天良入庙 或者说是这个天良心呢 在旺宫的话 他是可以有继承的啊 比如自己参与家族生意啊 成为公司的一份子 但是公司的这个权力掌握在兄弟的手上啊 或者呢 自己不能继承产业 但是可以居住在主宅中啊 一事无忧 他说的呢 也有道理啊 我希望大家呢 不要搞这种什么铁断啊 天良在田斋宫的 有的时候 他是肯定有房产继承 比如说武功的天良入庙 武功这个天良入庙呢 就算没有房子给他 他父母也会出钱去帮他 或者是长辈呢 对他有这个帮助性 需要大家做一下笔记 因为天良呢 他毕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是一个传承 但是他多少带有帮助的性质 这个武贪作命的根据我个人的观察 我身边这些武区贪狼的以及贪狼作命的 有这些情况 比如我表姐 他呢 是嫁给他老公的 然后他老公的这个房子呢 自然就是他的 这个也属于一种天良入庙啊 他田斋宫呢 太阳入庙 天良入庙啊 就住进了他老公买的这个房子 不需要他自己买啊 今年呢 他又新买了一套房啊 据说是已经交钱了 那新买的这套房呢 当然也是他老公出钱买的啊 跟他自己没什么关系啊 他自己呢 每天就是打打麻将啊 就是过过生活啊 过得还是蛮惬意的啊 他这个夫妻宫呢 是天府啊 他这个老公呢 身高一米八零啊 肚子非常大 目测的话呢 有这个180斤左右啊 把书上那句话呢 要标出来 要记住啊 这个贪狼作命的女人呢 最好就找一个胖的男人结婚 找一个胖的男人 这个男的越胖 那么就越能够包容他 天府的性质就在于有包容性 那贪狼作命的呢 其实小缺点很多啊 夫妻宫天府两个人相处呢 还是容易出问题 但是如果他找一个体型魁梧的男人结婚 那么这个男人呢 对他带来的好处就很多 好 我们不说多了啊 继续讲这个天良在天摘宫 刚才说了一个贪狼在子宫的例子 再举一个五区贪狼的 五区贪狼作命 天摘宫呢 天机天良 这个人呢 家里面其实有房子啊 不是说没有 他这个房子呢 是在农村 他要的话 他就可以要到 但是农村这些房子呢 没有人要 拿出去卖 可能就是个万把块钱 一两万块钱 不值钱的 他呢 是自己买的房子 但是呢 不是他自己的钱 是他的老婆 以及他的这个岳父母 给了他一部分钱 然后他败款 买了套房子 这个呢 也属于天良心的帮助性质 这个很准的啊 以后你们看到人家天摘宫有天良的 而且天良呢 力量比较强的 大致就可以这样断啊 就是他在买房子这方面 家长 长辈 应该能够给他提供帮助 或者是我刚才说的啊 干脆就自己就 什么事都不用干啊 他老公就把房子给买了 这个对于女人来说呢 也还是挺好的啊 如果天良加上天污啊 不需要天窥天月 光加上一个天污 就可以继承遗产了啊 只要有一个天污就足够了 足够去继承家里的产业 有天窥天月 那么继承的就更多更好 第二条 五贪作命啊 这个天积天良在田摘宫 天积呢 他在田摘宫呢 不是吉星 肯定不是吉星啊 田摘宫呢 那是你的房地产 房地产需要稳定 而不能变动 对不对 你的房产最好就是有这个天府星 或者紫微星 紫微啊 天府啊 这种属土的星要去了田摘宫 那么一般而言 你的产业会比较稳定 而且呢 嗯 档次比较高啊 因为他是领导星 他是紫微斗书里面的两个皇帝啊 一个北斗的皇帝紫微 南斗的皇帝天府 天府在田摘宫 甚至于呢 还要比紫微更好 因为天府呢 是田摘主啊 他这个呃 往往呢 表示这个人呢 房子面积比较大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啊 老师我的房子就六十几平 你怎么说我房子大呢 不要着急啊 如果他的田摘宫天府入庙 又加吉星的话 大胆去断 你有多套房子 你的多套房子加起来 有个200平米 150平米 这个还不算大吗 他可能就会对你竖起大拇指了 说老师你挺厉害的 我现在住的地方 只有六十几平 但是呢 我还有一套房子 是100多平的 但是现在在装修 没住进去 这个需要你们注意一下啊 当然如果他一口咬定 他说老师 我现在就六十几平 我没有那个大房子住 那你就看一下 这个人的年龄段 他二十几岁 那住个六十几平的 很正常 如果三十几岁 那你就跟他讲 你说是你以后 可以住上更大的 房子这方面呢 可以住上更好的 这是一个算命的时候的一个变通啊 呃 说实败的啊 关于这个天府在填宅宫呢 呃 也确实要看这个人的命格啊 他格局越高 那么他的这个房子呢 往往就越大 就越多 如果说他格局很烂 那么这个人呢 房子就会差一点了啊 也要看年龄 年龄大了的 那肯定买的房子就多一点了 年龄太小的 一般呢 房子就会少一点 呃 天机天良 天机表示变动 所以说呢 不太好 这个人呢 经常搬家呀 在一个地方住不长 就算有房 有主业 也不能继承 这里加一个括号 也可能是这个人呢 根本就不想继承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五区做命啊 天摘公这个 呃 五区做命 天摘公天机天良的 他自己就不想要啊 农村的房子 有也跟他缘分不深啊 非要他自己买 最好是自己买 自己买的话 那就稳定一点 因为你自己买 这就是一个变动的过程 听着啊 我讲课非常的细致 你们要搞明白 为什么自己买 那就稳定一点 你本来有一套房子 对不对 家里有一套 然后你不要他了 你自己花钱去买一套 这个变动是很激烈的 那么你这个买房的行为 已经符合了天机的变动性质 那么天机的这个力量呢 就已经发挥出来了 发挥了以后 后面呢 他的变动性呢 就降低了 天机天良 如果有路存 有化路可以自己买房 其实没有路存化路 也可以自己买房 听着啊 没有路存化路的话 如果命工的五驱贪狼 格局高 仍然可以自己买房 书上讲的呢 不太对啊 田斋工这个问题呢 要跟你的命格 共同加起来研究 流年田斋工 天机天良啊 天良天机 有极星有极化 房屋呢 就有翻新 有改造 现代社会呢 天机天良在田斋工的 这个呢 买房的性质 不强烈 往往是装修 往往是装修 或者是买二手房 或者是住别人家的房子 然后别人家呢 把房子去翻新一下 天机化路 天良化全 这个结构呢 买新房的 这个项意呢 不是很强烈 好 再看第四条 太阳天良同工 一般来说 田斋运呢 不是特别好 又有火星零星 羊驼空结大号 那就会有争斗 这里做笔记 如果没有煞星 也可能会有争斗 但是争斗的这个 危害呢 不大 如果说有争斗 然后你损失了钱 那么可能是你这个 有地空地结 或者说是有羊驼火灵的 完全没有煞星的话 也可能会争 但是呢 不一定会有损失 第四条 天良遇到煞星很多 那就会有麻烦 这是麻烦星 在原局 主置业多纠纷 这个人买房子不容易 煞星太多了 煞星太多了 那么往往表示呢 这个人呢 家里比较穷 要自己买房的话呢 那很辛苦去赚钱 然后呢 这个买了房子 这个过程呢 不顺利 以及呢 这个其他方面啊 就是买了以后 跟邻居之间容易有矛盾 这个不一定准 因为现代社会呢 我们大多数人 他都是住在这个小区里面 小区这个地方呢 本来啊 邻居跟邻居之间很少走动 感情冷漠 所以说呢 天摘工这个遇到煞星多的 往往就表现在一个孤独上面啊 就你跟你这个邻居之间呢 倒不是说是有矛盾 而是说感情非常冷漠 或者说跟他呢 有点小纠纷啊 也有可能 流年逢之呢 不宜之夜 但是不包括炒卖 这个我解释一下啊 流年的田斋工 天良遇到煞星很多 如果说你这一年呢 买房子的话 一般来说呢 不太合适 但是你要卖的话 或者说你买了马上卖的话 这个不要紧啊 就是你靠他赚点小钱 赚点差价 这个呢 影响不大啊 因为你如果说炒房卖房的话 那这个也要看你大线的田斋工 看你原局田斋工 看你的财博工啊 等等等等 你如果是自己住的话 一般呢 这一年就最好不要买 好 再看第五条 天良在这个四公 亥公 深公啊 又加上地空啊 地结啊 这个人呢 房产方面呢 比较差劲 可能一辈子呢 都不能买房啊 或者是买不了房啊 能力不够 也 表示这个人呢 亲情方面有点淡漠啊 因为田斋工呢 他表示家庭成员 家庭的这个成员的感情状况啊 地空地结呢 就感情比较淡 以及家里人呢 人缘不多啊 可能就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家庭方面比较简单 家庭并不复杂 那有的人呢 可能上面两个姐姐 下面一个妹妹啊 家里还有一个爷爷 一个这个外婆啊 都住在他们家 这个就是家庭呢 比较复杂的 这个天良 空节在天斋工的 可能家里人呢 就比较少 甚至于呢 就是家里面救他 还有他爸爸一个 或者救他 他妈妈一个啊 等等等等 呃 这样的人呢 也容易飘荡 就是走来走去啊 一生都不知夜 或者呢 常常牵动啊 就是经常搬家 经常换地方住 又有天马 同渡 拱罩 油雀 其实这样的盘呢 也是可以买房的啊 呃 如果要买房的话 你得看他原局的格局 以及看他的大线 呃 但是这个天良 加上空节的 他买房 肯定是充满了困难 充满了这个 呃 不可预知的这个事情 不容易 不顺利 好 再看福德工 这个比较简单 我这里呢 讲快一点 福德工呢 那是你的内心思想 也表示你想福的一个工位啊 福德福德 有德才有福啊 有福才会有德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不想福 从小呢 他父亲就把他丢弃了 母亲呢 改嫁啊 也不要他了 这个人从小就不想福 那么他呢 就在外面混啊 混日子啊 就是跟着社会上的人一起玩 那么这个人呢 肯定会学坏 福德福德 他是连在一块的啊 品德好了 那么想福就想得多 想福想得多了 品德呢 也会渐渐变好 我相信啊 如果一个人啊 他是不缺钱花 然后他也家庭呢 比较幸福的话 他是不会做坏事的啊 福德工呢 有天良一般来说 那是好处大过坏处 好处呢 是这个人呢 善于思考 因为这个天良呢 他也带有一个思维的性质 还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心 他带有一点轻贵的性质 然后呢 他比较讲原则 总的来说 这颗星还是有一点聪明 以及呢 他会会照太阴呢 太阳呢 天机啊 这些星呢 都不是愚蠢的星要 天良在福德工入庙啊 我们看书 当然他也有缺点 天良的缺点呢 就是容易孤独 以及呢 有些时候有点古板 以及呢 这个跟宗教哲学呢 挂点钩 跟宗教哲学挂钩呢 我个人觉得呢 不能算是好事啊 一个人呢 信不信教 你说他信教就是好的吗 信佛 你觉得就是好的吗 我觉得不能说他好 也不能说他不好 好 我们看书啊 天良在福德工入庙 因为这个人呢 一般来说 还算是比较讲原则 有底线 心理素质还是过硬的 心理素质不错 内心安宁 而且有享受 太阳天良同工 又加 吉星很多 福后 路重 能富能贵 这个需要大家画圈 这一条非常重要 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啊 福德工 其实也能从一个侧面 看出这个人的能力高低 这个呢 我之前在实战班讲过 在进阶班没有讲 今天就额外讲一下啊 福德工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能力啊 就不对啊 这句话应该换个说法 福德工 他会影响一个人的能力 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你这个福德工紫微入庙又加佐福幽臂的啊 三方复正佐福幽臂的 那么你这个人呢就有领导才能 你这个人福德工五区化路又加吉星的 那么你这个人会赚钱 一个意思啊 福德工是你想收到的 你为什么能够享受到这个东西呢 因为你有你有你才能享受到对不对 你的福德工紫微又加佐福幽臂 这是一个皇帝在那里又有左右手 有人帮你 你能够控制他 你能够指挥他 那说明你本人呢 也是有领导才能 我们看太阳天良 太阳天良在这个福德工 太阳星呢 他是有远见 而且太阳星是领导 他是白天的主星 他也是主宰啊 他是有一定的这个领导才能的 而天良呢 那是家长 是组长啊 也是领导星 又加佐福 又臂啊 奎月等等吉星 那么这个人呢 有才能 听着啊 一个人有没有才能呢 福德工也有影响 福德工如果说有吉星 有这种代表才干的心耀 听着啊 有这种代表才干 代表智慧 代表才能的心耀 都能够增强一个人的能力 比如太阳做命 听着啊 我讲课可能有的时候有点跳跃 需要你们基础牢固 太阳做命 福德工是天机 那么福德工的天机 也能够让这个太阳做命的人呢 变得聪明一些 太阳天良在福德工 那这个人呢 是天同巨门做命 天同巨门做命呢 这个格局呢 其实总的来说呢 比较一般 因为天同巨门做命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的这个组合呢 还是比较普通的啊 三方四正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官路工呢 是天机 千移工呢 是空的 财波工呢 也是空的 哎呀 这个就有点弱啊 这财波工空了 千移工也空了啊 你的官路工就一个天机 你这个星耀太少了 星耀太少 你也有可能富贵 但是 首先有一条 你的格局比较弱 格局弱 并不是说 就不能富贵 格局弱呢 是说你这个人呢 有点不好掌控形势 什么意思呢 就你的命工的三方四正 星耀太少了 那么你的紫薇啊 你的天府啊 你的这个太阳太阴呢 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这个工位 他就对你这个自己的三方四正呢 有一种威胁 有一种掣肘 就你在把握形势这方面 有点困难 走好运的话 那你当然能够发展起来 如果有一天你不走好运了 那就掉下去了 这也是我说的 天同巨门呢 等于是井水 有涨有跌 因为他自己无法 自己他不能控制自己的高度 下雨了 他就往上涨 那是自然在让他涨 这个天道在让他去涨水 如果说干旱了 那他这个井里的水呢 就往下掉 他控制不了 这无法掌控局势 但是他也可能富贵啊 这口井 那可能大家都需要 从井里面打水啊 这个整个村子就这一口井 那么这口井呢 地位就很高啊 可能晚上还有人守在旁边啊 就是阻止别人去偷水喝的都有 那这个水井呢 就有了地位啊 也可能呢 会有富裕啊 就是假设一下啊 要有一定的联想能力 听着啊 要有一定的联想的这个能力 以及呢 把自己的基础呢 恶补一下 很多同学呢 基础不牢固的 可能我讲到这就听不懂啊 福德功能够增强你的能力 也看你想福的一个工位 所以说呢 如果福德功太阳天亮 加上集星很多 这个人呢 有领导才能 以及呢 有管理才能 以及呢 比较聪明啊 有理解能力 善解人意 学习速度快啊 等等等等 天同天良 在福德功安定啊 内心安稳 而且呢 能享福 很简单 因为天同是福星 天机同工啊 这个劳碌 而且呢 劳神 这个是聚门太阳做命啊 这个劳心劳神呢 跟命宫的聚门有关系 跟这个福德功天机天良呢 关系不大 做笔记啊 这个劳心劳神的评价 来源于命宫的聚门太阳 聚门太阳做命 那么福德功就是天机和天良心啊 因为命宫这个聚门呢 我都跟你们说过的啊 命宫是聚门的这个人呢 他的人生肯定是有点挫折 有点坎坷 以及人生呢 劳心劳力啊 容易劳神 如果有化际啊 天良在福德功遇到化际 那么福气减少 烦恼增加 麻烦增加 很简单啊 天良是麻烦性吗 加上一个化际 哎呦 你刚想休息 结果人家打个电话过来 说是有个手术让你去做 你不得不去做呀 你不做手术 那病人就死掉了 你觉都不能睡 那就衣服穿起来 买瓶红牛 然后呢 就把自己这个精神呢 振奋一下 就去给人做手术了 这都是一个福德功呢 福气浅薄的意思啊 什么样的人有福呢 就这个人不想工作了 那就躺着睡觉 然后呢 还有人给他买饭吃 还有人养着他 这种人呢 那就比较有福气 陀罗同度自寻烦恼 而且自己找事啊 没事找事 总是有点起人忧天 这是陀罗在福德功的一个特点啊 他总是担心 总是没有安全感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啊 陀罗呢 他是一个旋转的东西 他一直在转啊 他总得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喜欢忙起来啊 不喜欢这个安稳 这个陀罗在福德功呢 有些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极星 因为这个陀罗呢 他有一点智谋的负财啊 有一点的智谋的负财 同时呢 这个陀罗大家想一下 你这个人闲不下来 总得想找点事情做 那么你一直在做事情就容易获得成功 当然煞星不能太多 光有一个陀罗 我还可以接受 你既有陀罗 又有火星 又有灵星 又有这个画迹 那么你这个福德功呢 就破掉了 太差了啊 福德功遇到的煞星越多 那么夫妻就越浅薄 也越容易惹麻烦啊 多是非不安定 想要睡觉啊 睡不了人家来找茶啊 等等 天良拜福德功 入庙的人 这个人呢 安乐啊 生活安乐 稳定 有这个闲暇时间啊 平时呢 比较悠闲 有明示 有明示风趣 随便啊 不紧凑啊 他不会着急 乐天派啊 有点懒 不喜欢动 这个都关注一下啊 天良落线 那么就是懒惰啊 拖延 做事情慢啊 容易延误正事 天良在富亥功 深功啊 这是落线 又加天马呀 空姐呀 大号啊 这个人呢 内心浮荡 奔走 内心不安宁 这些都比较简单啊 天良在福德功 基本意思呢 是安定 享受 但是一般来说 天良是精神享受啊 跟这个物质呢 关系不大 不得其乐 不必物质做基础 第二条 天良遇到极星很多啊 伏币呀 奎月呀 那这个人呢 能力也会增加 听清楚啊 福德功也加强你的能力 加强你的才能 福气比较厚 见到路纯 画路 那这个人呢 比较有钱 但是不一定会发大财 想要看他会不会发大财呢 是否有大的富贵 还是看看命功的三方复正 这一点呢 王先生说的对 第三条 天同天良 那天同呢 它是福星 所以说福德功 天同天良呢 一般啊 都是 主级的啊 这是巨门星在子武作命啊 这是时钟隐喻歌 时钟隐喻 巨门在子武作命 天福德功呢 就天同天良 这个组合呢 还是挺不错的啊 没有煞星 那这个人内心安定啊 烦恼比较少 有级星 那么心情快乐 很自在 不过如果天同化际 那么享受就不多了 天同化际啊 又有这些星 可能是弱智 这个不用管啊 我们算命一般是遇不到弱智的 因为这份书上呢 讲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说我们要选择性的记忆 有些东西呢 你就不用记了啊 我相信你们以后不会说是找到一个弱智的盘给他算的 我反正算命算到现在 我没遇到过这个 有哪个弱智人士啊 把他的八字发给我看 也没有说是他的父母啊 或者他的朋友亲人发个这样的八字给我看的啊 这个我就没有记啊 我也懒得管他 第四条 天机天良 因为天机呢 表示四位 表示心智 所以说这个人呢 是精神上的变化啊 劳心劳神 也跟他命宫的巨门太阳有关 天机化际 那这个人呢 浮气会变浅 烦恼多啊 想的多 天机呢 是四位 天机化际 那这个人的脑子里面总是在想东西啊 早上起来就开始思考 晚上睡觉还在思考啊 嗯 王庭之解释说是起人忧天 其实不是啊 有的时候是这个人呢 总是在想问题 而他想的问题呢 跟起人忧天呢 没有什么关系 第五条 天良在福德宫 一般来说啊 都是一个喜欢悠闲 喜欢安静 这样的人 呃 有明示的风趣 但是要入庙 见极星才是 如果天良落线啊 或者天良遇到煞星多 那么会变得懒惰 拖延啊 陀罗同渡呢 就更加懒 这里面的差距呢 就需要 就大家呢 就自己分辨一下啊 好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啊 有没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